带鱼在餐桌上是非常常见的 烹饪方法也是有多种多样 煎炸、红烧、烧烤、煮、炖等等 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杰 欢迎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道红烧带鱼 这条带鱼已经在菜市场处理干净了 我带回家只需要切成小块状即可 加一勺盐 倒一些料酒可以去除鱼腥味 用手把它搓揉均匀 放在旁边腌制20分钟 切一些青葱段备用 蒜头去根去皮备用 切一些姜片备用 把腌制好的带鱼放在厨房用纸上控干水分 以免在油煎带鱼的时候会出现爆油的情况 在锅中倒一些油 准备油煎带鱼 油煎至带鱼两面呈金黄色后捞出备用 再把带鱼放入锅中的时候 不要马上去翻动它 以免带鱼会粘锅 再倒一些油在锅中 把葱姜蒜煎炒出香味 加入两颗八角和半汤匙的花椒粒 煎炒均匀 倒入刷水 然后把带鱼均匀地放入锅中 加两汤匙的生抽和一汤匙的老抽 轻轻地推动均匀 加入适量的盐、糖和鸡精 因为是红烧口味 所以糖可以多放一点 加入一些米酒 不但可以增加香味 还可以去除鱼腥味 搅拌均匀 水沸腾后盖上锅盖 小火焖煮15分钟 15分钟后捞出葱姜蒜 再盛出带鱼 倒一些勾芡用的汁 快速搅拌均匀 均匀地淋在带鱼上面 美味的红烧带鱼就可以享用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留言和订阅